欢迎收看山东林宫凤凰财经日报 备受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日前结束了 会议强调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突出重点 同时列出了九大任务 排在第一位的是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再来是扩大国内需求 另外官员解读会议提出的先例后破 就是要统筹兼顾稳跟进的关系 不能够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那么究竟要如何去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跟最新的部署 香港的话题我们知道 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斌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还有分析 至于今日焦点 我们要关注的是 中国上个月的金融数据 全面不及市场的预期 其中广义货币供应M2的增长率 降到超过一年半的最低位 那您看报道 中国央行周三公布 11月广义货币供应M2 按年增长率放慢到10% 是去年3月以来的最低 并低于市场预测中值10.1% 狭义供应M1的增长率 进一步下跌至1.3% 刷新2020年1月以来的新低 新增人民币贷款反弹至1.09万亿元 但低于市场预期的1.3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也大幅反弹至2.45万亿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2.6万亿元 全量的增长率 则加快0.1个百分点到9.4% 经济分析师普遍认为 M1持续走低 反映经济活力不足 一定程度与房地产业低迷有关 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使用货币供应量 而不仅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表明提振M1已经在议程里 估计将会增加央行 短期内降转的几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1号1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提出要多出有利于 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在转方式调结构提品质 还有增效益上的要积极进取 不断的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习近平在讲话中全面总结 2023年经济工作 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 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会议强调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例后破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提制增效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会议强调 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出重点 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 二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五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要统筹化解房地产 地方债务 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一是同仁 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六是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七是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八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九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 今天在中国经济联会上表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先例后破 就是要统筹兼顾稳和静 不能够脱离实际 急于求成 总的来看 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并且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主要的预期目标 有望圆满实现 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 周三出席2023-2024中国经济年会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韩文秀指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 是把稳作为大局和基础 多出有利于稳预期 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 谨慎出台收缩性 意志性举措 以进促稳 就是要把进作为方向和动力 在转方式 调结构 提质量 增效益上 积极进取 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先例后破 就是要统筹兼顾稳和静 同时要稳扎稳打 不能脱离实际 急于求成 他表示 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安排适度规模的赤字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中央预算内投资 中央转移支付 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果 而债务低风险地区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能快则快 特别是经济大省 要为稳定全国经济 做出更大贡献 韩文秀还在年会上表示 中国今年经济同比增速 表现为前低 中高 后稳的态势 全年经济主要预期目标 有望圆满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 有望达到1200万人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约0.4% 另外 内地多个部委官员 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后 谈及明年经济工作的落实 发改委官员表示 将围绕明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结合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 密切跟进经济运行变化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表示 会议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适度加力 主要是指适度加大支出规模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包括科学确定赤字率和赤字规模 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权规模等 国自为表示 会推动央企产产业链融通发展 共链行动 打造一批产业集群 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同时围绕提高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体系效率等 退出新举措 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该如何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涵 以及明年的工作部署 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 今年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温斌县 温县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我们刚刚看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 明年要坚持稳中囚禁 以近处稳先利后破 要多做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 跟稳就业的政策 总的来看的话 您认为明年的核心政策 会如何的推进呢 今年我们在过去几年 一直讲的是稳中囚禁 又增加了以近处稳先利后破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宏观的这个政策的指导 更加的明确全面 那么稳 这是强调的这是一个基础 那么以近实际上的强调的一个未来的这个方向 我们只有通过更好的这个发展 才能为我们的稳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想这个体现了一个宏观政策上的一个辩证关系 那么从具体的政策来看 市场比较更关注的 就是明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那么从这次会议定的基调来看 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灵活适度 提制增效 怎么体现这个要适度加力 提制增效 怎么体现这个适度加力 那今年的我们的财政赤字率 是定在了3% 那么四季度又增发了1万亿国债 提高了3.8% 所以我想从明年的这个十度加力来看 应该会高于今年初定的这个3%的这个目标 当然要考虑到新增的这1万亿国债 会转到明年的这个使用产生这个效果 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财政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政策空间 所以应该是在3%到今年最终的3.8%之间 保持一个十度的一个加力 那么除了在保证这个一定的财政支出的规模之外 更加强调财政的这个效果 使用的这个效果 那我想呢 可能未来的还是要用于 我们的教育 医疗 保障 民生工程 基础的这个薄弱的环节 使我们的这个财政的头颅 它的结构更加优化 效果也体现了一个最大化 那么对于货币政策而言 是提到了要灵活适度 精准有力 那么具体也就是要灵活的使用好 我们的这个总量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这个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为我们的经济增长 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信贷的一个空间 那么除了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 有力的这个结合和配合之外 还要跟其他的鸿杆政策 比如我们的就业 产业 区域等政策 进行有机的协调 共同的去发力 形成一个政策的一个合力 这样的话会起到 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政策效果 更好的支持我们的这个经济的稳固回升 主持人 OK 那么另外在明年的重点工作安排上 他提出了九大任务 跟以往的先后顺序安排方面也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排在第一位的是 以科技创新来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二位才是扩大国内需求 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那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安排部署 从去年末的这个政治局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这个今年的重点任务 排序是先谈到的是扩大内需 然后是建设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产业体系 那么今年的这个表述进行了一个位置的置换 把这个科技引领 科技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放在了首位 这个凸显了国家对这个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 这个高度的重视 放在了这个工作的重容之重 那么的确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和科技实力的增强 这些年我们的产业也在不断的这个转型升级 我们不仅构建了非常完善的这个产业体系 和这个配套的体系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结构 也在不断的这个优化和升级 但是要看到我们在这个产业中 还是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一些领域 还是存在着短板 还存在着卡脖子的这个现象 对外部也有比较大的依赖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这个合力 通过科技创新突破这些卡脖子的工程 使我们的这个产业 整体的这个产业的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 使我们的这个产业的体系 拥有更高的更强的韧性 同时呢 目前的全球已经进入了 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时代 这个呢 在未来的这个国际经济中 会日趋的激烈 还有包括像新能源 生物工程等等这些新兴的这些产业 所以呢 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呢 我们国家还是已经是比较在之前的积累的基础上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的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 来引领我们在构建这个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从而呢 是确保我们的在未来的这个产业发展中 这个有一个更完善的产业链 使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体系啊 更加的稳固 从而呢 为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 OK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九大任务的排序有所不同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这次中央会 中央经营工作会议呢 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个描述也跟往年有所不同 他除了强调这个社会融资规模 以及货币供应量必须跟经济增长目标相匹配之外 他也首次提出了要跟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啊 那如此来看的话 您认为明年的货币政策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的确啊 在19年以后啊 我们讲货币政策的时候啊 通常会确定一个M2和涉容的增长 与民意GDP的增速啊 基本相适应 这样的话呢 可以一方面使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 另外一方面呢 使我们的金融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指向的意义 但是从今年以来啊 因为需求的这个 这个面临这个不足的压力 我们看到我们的物价还是运行在低位 PPA呢 从去年10月份以后啊 一直是处于一个负增长的状态 CPA呢 在今年下半年 也因为受猪肉价格啊 食品价格的这个拖累啊 所以也一度 有三个月啊 出现了一个负增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物价的水平啊 它太低是吧 通缩或者是太低是不利于企业啊 有这个居民啊 稳定这个信心 太高通胀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啊 所以呢这次呢 我们看到呢 针对目前的这个物价运行情况 为了使我们的货币政策啊 这个更有针对性 更加有这个成效 所以呢 把这个名义GDP的增速啊 我们进行了拆解啊 其中呢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 实际经济的增速 还考虑到要跟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来挂钩 那么目前这几年呢 我们预期的这个CPI的目标啊 是3%左右 是吧 所以我们觉得明年大概率 如果也设在3%的话 那么现在就需要我们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的保持上这个宽松 相对这个稳健偏宽松的这个力度 使我们的这个目前低迷的物价 能够在明年出现一个温和的回升 那么具体来看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降准 降息还是有空间的 特别是在降准方面 今年12月 包括明年1月和2月啊 这个三个月啊 预计还有2万亿的MRF 中期借贷便利到期 那么我想呢 在这个时间呢 通过如果降准的话 来置换到期的这个中期借贷便利MRF 这样的话可以优化银行体系的 这个资金结构 使银行呢 获得一个长期的资金的流动性的支持 从而呢 进一步的 降低引导金融机构 进一步的降低实际经济的融资成本 所以我想啊 在明年 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 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发挥作用的空间 主持人 好 非常谢谢文献 就我们今天 中央经营工作会议的内容做的分析 谢谢你 下一节回来要关注的是 正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跟越南国家主席武温赏 举行会谈 我们待会见 正在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跟越南国家主席武温赏举行会谈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越方一道 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教服两国的人民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 他同阮富重总书记在12号共同宣布 两国固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也顺应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这是两党两国高层从中越关系长远发展大局 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战略权局出发 做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顺应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方愿同越方一道 深化战略构图 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造福我们两国人 武温赏表示 在阮富重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 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下 越中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 全面深刻友好 越方愿通过习近平主席辞访 再次向世界发出明确信息 发展对华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 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复活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都下跌超过1% 其中户值再度失守3000点 而两市的成交缩减到不足8000亿 香港股市也跟随A股下跌 虽然住建部的官员今天表示将会支持房企解决短期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但是内房股仍然固压较大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调整 互生两市低开后一路下行 主板股指都已全日最低位收盘 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1.5% 从行业表现来看 时评与白酒板块跌幅俱前 贵州茅台跌近3% 一要与国企改革概念股表现较好 互指收报2968点 跌幅1.15% 生产指收报9476点 跌幅1.54% 创业板指数跌幅1.66% 科创50指数下跌1% 两市成交轻微缩量至 7600亿人民币 北下资金大幅净卖出95亿元 香港股市今天也重拾跌势 美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 小幅回升 市场观望美联储议息结果 气氛审慎 恒生指数小幅开低62点之后 反复下跌 股后扩大跌幅 做多下挫229点 中场稍微收窄 横指收盘报16228点 下跌145点 跌幅0.89% 出版成交再减少至754亿港元 蓝筹股跌多升少 内房股跌幅超前 科技股也普遍走低 但手机设备股逆时上升 部分本地地产股和金融股也上扬 亚太区股市方面 韩国股市下跌接近1% 日本与台湾股市收在平盘上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联储将会在周四凌晨 公布议息结果 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 目前欧洲股市牛皮靠稳 其中德国跟法国的股市 一度逼近昨天创下的历史新高 我们再带领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 由于美国上个月的通胀 还有核心通胀暗月升幅扩大 反应通胀仍然顽固 但市场继续冲击 美联储不会再加息 拜托昨夜的美股路德斯连升 几乎道琼斯公益指数和标普外指数 都创下23个月的收市新高 大萨克指数也创超过 20个月的收市新高 美国11月份的通胀 出乎意外暗月回升 市场预期美联储 在明年3月降息的可能性 已经降低了 另外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美联储在对抗通胀 最后一离路的工作 应该不会特别的困难 美国劳工部公布 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按年增长3.1% 涨幅比10月份放缓0.1% 符合市场预期 不过暗月计算 则出乎预期上升0.1% 扣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CPI 按年上升4% 增速于10月份持平 按月增速则加快 0.1%至0.3% 整体CPI增速 按月回升 主要是租金成本涨幅加快 抵消了汽油价格下降 二手车价格也在连跌5个月后 出现反弹 美国财长耶伦 出席活动时表示 通胀将逐步回落到 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相信在对抗通胀 最后一离路的工作 应该不会特别困难 又表示经济继续在大致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 分析师预期持续的住房价格压力 对整体通胀有巨大影响 相信在通胀驱动因素真正被控制之前 美联储不会降息 芝加哥商交所的利率期货工具显示 金融市场继续将美联储降息预期 由2024年3月推后至5月 预计3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降低制约40% 但仍然预计明年将会合共降息4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12号在北京会见的英国利托集团 斗日长包达明 韩正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对实现全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 充满信心 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 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与各国携手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有很大空间 欢迎利托集团继续深化对华务视合作 共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报达明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表示集团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将坚持在华长期发展战略 继续加大经贸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你晚安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